用一个非常小的故事来看西方的没落 尤其是希腊的没落 希腊呢 他们非常热衷足球队 可是一个快要破产的国家 怎么养得起足球队 结果有一支足球队 它可以存活下来 赞助它的是金女院 这件粉红球衣一向都很man 热情红色 活绿的黄色 希望的绿色 冷静的蓝色 就是不见可爱浪漫的粉红色 因为在多数人的心里头 粉红色是娘炮的同义词 不过everything is possible 画面上这些阳刚位十足的足球汉匠们 不就穿着小粉红在练习吗 这件粉红球衣是球队刚出炉 热腾腾的新制服 问题是为什么要换成粉红球衣呢 缺钱可以理解 这里是希腊的贫穷农业城 拉里萨 但是穷归穷 根据2011年底的统计 拉里萨的保时捷金基姆 修律车密度 世界排名第一 听起来就像是希腊的缩影 所以缺钱时就要找金源 球队最近就找到了新金主 苏拉女士 原来苏拉女士经营人类最古老的 营生 还是拉里萨两间最顶级风月场所的老板娘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 球队的新制服 粉味为何这么重了 这首歌曲是1960年澳斯卡奖最佳电影主题曲 电影叫做吃汗交蛙 里面开朗美丽的女主角 是位风月女子伊莉亚 她很希腊 每个星期天一定休息 后来出现了一个美国学者 成天喊着要解救她 脱离皮肉生涯 来到21世纪的真实希腊 苏拉女士成为业余球队的大救星 而且更叫球员振奋的 还不只是球队得以生存 而且买票看比赛的球迷 也可以享有折扣 但是争议就来了 有人批评苏拉女士 赞助球队博板面 其实是要替自己的生意打广告 当地足球俱乐部更禁止球队 正式比赛时 穿着粉红新球衣上场 理由是印了戒院标志的粉红球衣 亵渡运动的完美典范 谁说穿粉红球衣就不能飘汗呢 这只拉里萨最古老的业余球队 最大赞助商同样是封乐场所的老板 球员们也享有相同的福利 有吃又有拿 看看这位队长好开心 现实的苦就暂时板一边吧